大家好,我是Samuel,柳sir 這個星期如果你有看ABRSM的網頁 他就有一個申請 就說未來2021年的 2021年的學理考試 他們就計劃轉做online exam的模式 他還出了一個sample paper 今天我們就試一齊做這個sample paper 做完之後我都會講一下 我自己覺得 準備這個新的考試模式 和以前有什麼分別 有什麼要注意 如果你想聽那一部份 你就飛到最後那裡聽到 我們現在就一起做一下這個題目 不如我們計時做一下 看看大概會花多少時間 去完成這個試卷 我們現在開始了 我們先把這一點 對,開始了 第一部份是和節奏有關的 第一部份是和節奏有關的 1.1 它就說 圈出正確的time signature 我看到這一塊 我都懷疑它是一個combine time 很可能是98 我們數一下幾多個百分音符 這裡有三個 這塊呢 又有三個百分音符 這裡前面 就是三個百分音符 像是這個44 我們數一下 這裡是第一個四分音符 這裡三連音加上是一個八分音符 加上前面這個八分音符 應該是一組四分音符 這裡又是一個四分音符 這裡最後一個 我打算全部加上有四個四分音符 答案是 44 C這個呢 好像是 irregular的time signature 我們數一下有幾多個百分音符 這裡一個 這裡加上兩個 3 4 5 5 這塊三連音 就是一個四分音符 即是有兩個八分音符 所以1 2 3 4 5 6 7 7 答案應該是700 1.2 他說這裡是一個 複拍子的小節 這樣呢 他就把它變成了 單拍子的 小節 讓你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轉為三拍子 轉為單拍子 應該是44 這個 全部都是44 這裡應該加個三字 這裡加個三字 這裡加個三字 然後這個有點 有個dotted 就轉為沒有dotted 看看哪個答案 跟我一樣 這個有點不對 這個對的 這個呢 第三個就沒有了個三字 所以只有中間的正確答案 所以只有中間的正確答案 就是剔掉那個 剔掉的 剔掉的 1.3 再剔掉一點 對 1.3 它說下面有兩句句子 那你加個數字 在中間 令到它正確 這樣 那這裡的time signature 是66 1小節 1小節有六個 16分音符 它問你 一個小節有多少個 Dotted Quaver Quaver 就是8分音符 Dotted 就有點 那隻 有點的Quaver 其實就等於三個 16分音符 所以這裡一個Dotted Quaver 這個小節有兩個Dotted Quaver 這個小節有兩個Dotted Quaver B這條 一個Brave 等於多少個Quaver Brave就是這一種 等於兩個SemiBrave 一個SemiBrave 等於四個Quaver 加起來就是八個Quaver 答案是8 1.4 它叫你 剔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跟Grupping有關 這個是94拍子 咦 先留位 上去 這個是94拍子 先用鏡頭 先看 94拍子 應該每一個四分音符 都清楚顯示出來的 用Grupping 去到這裡才開始有不同 這裡一個四分音符 它用Grupping是對的 這個也對的 這裡它就斷開了 所以這個Grupping是不對的 第三個應該是不對的 一同二有什麼分別呢 它是94拍子 所以是一個Combine Time 應該將三個小拍子 組合成一個大拍子 所以它第二個大拍子 就是這一組的 所以它用一個Tie 就可以顯示了第三個大拍子 如果用下面的畫法 第二個大拍子 就斷開了 看不到第三個大拍子 在哪裏 所以這個就不對的寫法 應該只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就是第一個 1.5 1.5 它說 看看那些優子符是否正確 正確就加剔 不正確就打交叉 我們數一下 夠不夠優子符 三四拍子 一小子有三個四分音符 這裡一個 這個音加上兩個優子符 就是一個四分音符 這裡第三個 沒有問題的 這個應該是對的 這個呢 這裡加上一個四分音符 後面這裡四個加上一個四分音符 這個三連音加上又是一個四分音符 這個三連音應該包括了三個八分音符 但是呢 它就 這裡呢 就包括了兩個 八分音符 那應該就剩下一個八分音符出來的 但是它用了十六分音符的優子符 所以就不對了 這個位置不對 第三個小節 這裡四分音符 四分音符 這裡加上一個四分音符 所以是 對的 第二部分 那它跟Pitch有關的 選出正確的答案 這個音的音名 好 這個次中音符號 第二線是F 那我們數下去吧 F E D C B A 應該是A音 數多一次吧 F E D C B A 應該是對的 2.2 B Tick出正確的一個格子 顯示 那個 Anharmonic Equivalent 即是二乎同音 這個是E音 這個是D D shortcut D shortcut不是二乎同音 所以這個不對 這個是F F F和E是二乎同音 看看這個 這個是F 這個不對 所以正確答案只有一個 就是第二個格子 2.3 它說 這裡移了一調 由上面這個譜 移了到下面那個譜 它是向下的minor third 但是有些錯誤 叫你在下面 打踢和交叉 去顯示它是對的 還是不對的 做移調 首先要那個key signature 是對的 上面這個兩個聲號 是D的 那應該移到哪一個調呢 它向下的minor third 我們調轉數英文字 D C B 就是third 三度 檢查一下它是不是minor third 就是檢查一下B去到D 是不是小三度 那 在B major上面 在B major上面 這個是B major音階 B去到D short 就是一個大三度 那B去到窄一些的D 就少了一個半音 B去到D就是minor third 所以符合這個要求 所以符合這個要求 所以新的調應該是B major B major有五個聲號 它只有四個 所以這個應該是錯的 我們檢查其他音去移調 對不對 我們就寫兩條音階出來 下面是B major D major 會有五個聲號 F,C,G,D,A 上面的音就會改到下面的音 就是在上面 就是在上面 遇到這個音 就會改到下面的音 那第一個是D D會改成B D會改成B D改成B 這個是對的 B弦 B弦就會改成G B弦就是低了半度的B G弦也要低半度 低了半度就變成NATURAL G 它這個是NATURAL G 是對的 那第三個音 A A弦會改成F弦 但它這個就變成FNATURAL 所以不對 如果是FSHOP 就是TICK 但它是FNATURAL 最後一個 E E音 就應該改成C SHOP E音 它改成C 那 前面的Key Signature 才升了C 所以這個是C SHOP 那答案是對的 那就是 交叉TICK 交叉TICK 2.4 2.4 它問我們 圈出正確的 我這裡有三句句子 然後你要說它是True or False 就是句子的說法對還是不對呢 好 第一個 A和B 是同一個音高 A和B A和B 不是同一個音高 高音普遍的MIDDL C在這個位置 A的這句句子在MIDDL C上面彈 但B 低音普遍的MIDDL C在這個位置 這些音是低於MIDDL C A是高於MIDDL C 所以它不是同一個Pitch 所以就是False 是圈正確的答案 所以圈著False B 是 B這句子 它說B 是低於C1的八道 那C我們先找MIDDL C 中音普遍的MIDDL C 就是中間這個線 那所以 B B 是低於C1的八道 是對的 因為C這句句子在MIDDL C上面 B這句句子在MIDDL C上面 B這句句子在MIDDL C下面 那 就 是 答這個句子的說法是對的 C 這條 它就說C是 C是一個八道高於A 所以 C是不是高於A一個八道呢 C和A是同一個Pitch 因為C它是MIDDL C上面的E弦 去彈 A這個又是MIDDL C上面的E弦 所以A和C是同一個八道 所以這句句子是錯的 好 繼續 好像做得有點慢 我們加速一點 好 這裏是講Key和Scale 有 它說 選出一個正確的 Key Signature 是B Major B Major 有五個聲號 F C G D A 看看它有沒有畫對 中音譜號F C G D 中音譜號F C GDA A應該畫在下面這個位 所以它這個是錯的 所以它這個是錯的 這樣就不用打靠差 因為它說剔出對的答案 所以不要打靠差 第二個高音譜號F C 第二個聲號畫錯了 它畫在D Sharp那裏 所以是錯的 低音譜號F C G D F C G D A 這個它畫在B Sharp那裏 所以這個是錯的 這個 這個 刺中音譜號F C G D A 這個是對的 3.2 畫出正確的Key Signature 是給E Flat Minor E Flat Minor 的Relative Major 是 G Flat Major 會有六個降號 六個降號降什麼音呢 我們先寫F C G D A E B 六個降號是B E A D G C 看看它有沒有畫錯 第一個B E A D 第四個畫錯了 它畫在C Flat那裏 低音譜號 B E A D G C 這個好像對 我們先檢查其他兩個 次中音譜號 B E E A D E E 1 它楓洪 Buffalo 這個地方都第一個B Flat已經錯 應該在這個位置 才是B Flat 因此不對 這個指 Remember 不是 przy 這個儲出來 也是不對 第一個 remembered 在E Flat 打算D generalized 跳แล 숨 Haupt 一看後知道太遜調 所以前方是對 Donna 第二個收 famoso 這個是答案 3.3 它找出這三個旋律的正確調 什麼Key 找Key我會用 寫了FCGDAEB出來 我們三條都會用這個 我先畫它 第一條是世界A 有一個F-Sharp 因為只有一個Sharp 第一個Sharp就是G Major 它沒有Relative Minor E Minor也沒有選擇 所以不用考慮 世界B 它升了什麼音 升了A 升了F 升了C G D有沒有升 D有出現的 但是沒有升 0.0.0升了A 很可能它是來自 Miner的第七個音 哪個Miner的第七個音 會是A-Sharp呢? A已經第七個音 所以通力 主音就是B 所以可能是B Minor Miner 前面兩個星號是來自B Minor B Minor的Relative Major 是D Major D Major 是F-C的 所以B Minor也是 F-C 再加上B Minor的第七個音 升了A 所以這個就是B Minor的旋律 第三個音 第三個音 升了G-Sharp D-Sharp F-Sharp C-Sharp 我偶爾要看一看 鏡頭有沒有拍攝我畫的東西 四個星號 四個星號就是E Major E Major 那會不會是 它的Relative Minor呢? 也不會 因為它沒有讓你選擇 所以答案就是E Major 3.4 踢出 正確的音 構成一個Bb Harmonic Minor 那我不如自己寫一條Bb Harmonic Minor 先描出來 Bb的Miner 它的Relative Major呢 它的Relative Major就是 Db Major 所以一樣會有五個降好的 所以會有一五個降號 那我們先寫B的音解 B C D E F G A B 這應該降五個音 降五個音就是 B E A D G B,E,A,D,G X,Y就是这两个音 X是这个,Y是这个 它是Harmonic Minor Harmonic Minor下行的时候 都是升第七个音 就是会升了这个 现在它是A flat 你升了它之后 它会变成A natural 所以X就应该是A natural Y的位置就是G flat 答案就是这样 继续 3.5 选择一个clef 去构成一个小调音阶 选择一个clef 构成一个小调音阶 这里有点棘手 怎样做呢 其实我见到第六个音降替七个音升 我就猜到是D Major D Minor 那哪个普遍会认这个是D音呢 低音普遍它是D 低音普遍它是D 它就是D,E,F,G,A,B,C,Shop,D 我一看就看到 但是如果下面的更复杂的那些 如果逐个试的话 就会花时间 早知我看了才开始录 这里要想想怎么做 我先拿一张草稿纸 它要构成小调音阶 可能要用一些原始的方法 小调音阶 我们检查首五个音 不是小调音阶的传音半音次序 小调音阶应该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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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逐个代入去看看 头五个音是不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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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着这个先 D-Shop E-Shop E-Shop E-Shop,F是同一个音 那不可能是高音波 那如果看不像全音半音 你需要画钢琴 你就自己 画键板出来 不对了 那我现在不试了 你自己试吧 因为我在计时 我怕我做不及 那你自己也试一下吧 那高音波不得试下低音波 如果低音波好呢 这个是F-Shop G-Shop A 现在全传 传 传都仍是对的 B 都是传 C-Shop E-Shop E-Shop 那要数下去 D-Shop F-Shop F-G-A B C-Shop D-Shop D-Shop E-Shop F-Shop F-Shop 看得ber见 可能是對的 我有點亂亂的 不要緊 繼續 試其他 中音譜號 如果中音譜號 這個是E 我們沒有E-chokminer 那麼複雜的東西 應該不適合 次中音譜號 如果次中音譜號 這個就是F E E D C C-chokminer 試一下 如果次中音譜號 這個就是D-chok E F 這樣就不對 D-chok的E是半音 但是現在E和F 會是半音 連Miner的基本全音 都符合不到 我們用這個排除法 三個不適合 雖然我數的時候有點混亂 不過應該是這個答案 希望不要錯 好 這個 我們不如繼續用這個方法 調整一張草告紙 好 我們一樣是要 一樣要是全半 全全 頭五個音 起碼都要是這樣的 試試一下 高音譜號 高音譜號 就是G A B CD G A B CD 咦? 它是對的 暫時都 D E F G G 是G NATURAL MINOR 即是 MELODIK MINOR SCALE向下 有可能是對的 可以試試其他 肯定一點 這樣就可以 如果低音譜號 低音譜號 低音是B 低音是B 高一點是C 第一個已經不適合了 B和C是半音 所以不可能是低音譜號 中音譜號 如果中音譜號 這個是A B Cb B和Cb是同音 它又不對 次中音是F 位 F G A flat 全音半音暫時也對 B flat B A flat B A flat B A flat B是一個 A flat B 這個不是全音 所以在這個位置也不對 應該是這個 暫時只想到這樣做 可能要再想想有沒有更容易的方法 如果遇到這個題目,怎樣做得更快 好像做了7分鐘 還是10分鐘 這個做得很慢 繼續 3.6 找出 這個是 它是一個True or False 題目 然後它說這個是 正確的半音階 BD on C 半音階 我們不是彈鋼琴的同學 最好就畫出鍵盤 逐個檢查一下 現在這個是中音鋪 所以這個是C音 C C C D D E F F G G G A A A shot B C C 應該是正確的 而且它沒有跳到那些Natal name 它也沒有Natal name重複三次 所以這個應該是正確的 這個是 向下的E flat Chromatic Scale 好 第一個音 E flat D D flat D flat C 它用C flat C flat C flat 是這個音 B 又是這個音 彈了同一個音 所以它不適合 3.7 剛才 應該看到 我有時沒有看過鏡頭 圈出 True or False 這句說話 對還是不對 這個是 B Maj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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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五個聲號 F C G D A B Maj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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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 A Minor A Minor 應該是第四個音 我們不會再寫整個音階 那ира B Major A Major A Minor 我們通常數數象 由B 地址 A Minor C Major B Major A Minor B Major 它想騙你 如果你以為它是高音鋪號 你就可能會錯了 低音鋪號這個是F 所以現在是不對的 F-Short Minor 的 Submedian 不如我們數了音是否這個 Submedian 是第六個音 F G A B C D 它是對的 可能真的要畫出來了 看看要不要升降號 F-Short Minor F-Short Minor 的 Relative Major 是 A Major A Major 有三個星號 升F C G 應該不用升D 所以B 音就是F-Short Minor 的第六個音 沒錯 B 就是F-Short Minor 的第六個音 True 有點累 第四部分 Interval 音程 音程 Multiple Choice 我們自己找了答案 再看看是誰 下面這個是B 上面這個是E 不用升 B 數到E 就是 B C D E 4度 它比一個8度 所以可能是Compagn 4 Compagn 4 如果不用Compagn 4 就要加7 加7 加7就是11 所以一定不是 一定不是Major 10 就下面這個 我們寫B Major的音階出來 現在寫了很多B Major的音階 B Major B Major 有五個聲號 B Major B Major 有五個音階 有五個聲號 B Major 有五個聲號 B Major 有五個聲號 到E 便是Perfect 4 所以Comphan Perfect 4 有時中英文會混亂 不好意思 Comphan Perfect 4 覆完全Forth 說到混亂 你可能要習慣一下 如果有聽我的影片 繼續 不要說太多廢話 下面這個是G音 上面這個是Db 已經半個小時了 G 我畫過G Major G Major升F G到D 就是5度 4度兩個都不適合 我們用排除法 調整不適合答案 G到D 應該是Perfect 5 上面這個音 降了 所以範圍的距離 是窄了 窄了的Perfect 是Diminish 5 答案是第一個 好 第三條 這個是F 這個是G 那幾度 Comphan 2度 Comphan 2度 或者9度 所以這個 10度是不對的 這個Major Second也不對的 那就剩下兩個答案 F Major呢 不用了 F Major 不需要後面那些 F到G 就是兩度 Major Second F到G 就是Major Second F到G 所以Comphan 2 Major Second 這個Major 或者Major 9度 圈出正確的Interval 不用看數字 但我們都要做的 都是這樣想的 都是要自己找個答案出來 這個是D 上面這個是F 那不用理不理牌 因為他都不理數字 先把D Major Major Second D去到F 是三度來的 三度呢 應該是用Major的 Major三度 但這個是F音 所以距離 是窄了的Major Third 所以是Major Third Major Third 所以是圈Major B 低音譜號 這個是B 要Flat的 這個是G音 又畫BbMajor 又畫BbMajor BbMajor降兩個音譜 B去到G 就是Major的Interval 這是六度 六度是用Major的 Bb去到G 就是Major六度 所以Major六度 我選Major 最後一個 FShop E Flat 這個是複雜 是Diminished 我看就知道Diminished 不過都一起做來看看 下面這個是FShop E Flat 下面有Shop 我就不會理會Shop 我先用 沒有Shop的音階 這個是七度 現在 我先用Fb 先用Fmajor 有Bb 七度 E是屬於Fmajor的其中一個音 所以我們用Major七度 好了 F-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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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令音程更窄 因為F 下方的音程更窄 所以就窄了一格 上面的音E 要把它寫成Eflat 又會窄一格 所以這邊窄一格 所以這邊窄一格 那邊窄一格 那邊窄一格 總共窄了兩個半度 Major七窄了兩個半度 就是Diminished 7 那邊窄一格 寫一個高過去的音 構成下面這個 音程 先畫了那個音 5度 這個是C-Shop 5度是C-D-E-F-G G在這裏 要高8度的G 然後想想要不要加升降 就好了 C-Major 那你要perfect 那 就 C-Shop C-G 就是perfect C-G 距離是perfect C-Shop G-Shop 距離會繼續是perfect 所以這個要shop 繼續 BbMajor 先畫一個7度的音 那 由B開始數7度 就是B C-D E G A 不是 我數錯了 B C D E F G A 先畫一個A音 Major 7度 那下面這個是Bb 那就寫BbMajor ается 7度 就應該是A 就是Bbbem 我想音程小一個半音,因為是 minor 小一個半音就是 Ab augmenta second 不,是12 差點看錯是2字 12-7就是5度 減7 減7 就是5 c,d,e,f,g 再高一個8度的g 就是這個 這個是C 這個是G C major 也寫出來 5度寫到這個音 C到G就是perfect 5 它需要增加的5 就是多一個半度 所以就要G G 繼續 min3 先畫一個3 這個是G 這個是B G major G到B是Major 3度 G到B是Major 3度 G到B是Major 3度 那它需要Major 3度 所以我選擇一個半音 所以G到B 很累 已經38分 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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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Intercate Suitable Codes 做Cadence 這個跟以前的 就是平時的考試的最後一條一樣 只有5分 以前有10分 現在只有5分 也要做的 補告紙 那現在什麼條呢 題目我告訴你 要自己看 一個聲號 就是G Major 我先找一個闊一點的位置 G Major 會不會是Major呢 我覺得不會 第一它沒有臨時升降 第二 我看到它最後一個和弦 也是G D B 很明顯是G Major 1和弦 不太可能是小調 好 我做這個和弦 和弦 和Cadence 也會洗音階 有些同學可能用那個 有一個這樣的圖 可以用的 那個也可以的 你可能喜歡用那個 你就用那個 我不知道大概是怎樣 不過 可以用的 好 我做了後面這個和弦 先 這個是 F-Shop D F-Shop D F-Shop D 會出現F-Shop D的和弦 就是 5和弦 不過它沒有用A音 這個是5和弦 因為又適合Cadence 所以 後面 後面 每一個樂句 最後 不是5就是1 這樣 就選一個5是OK的 現在到這個了 看看它出現了什麼音 A 嘩 不夠位 A 出現了A 出現了A音 E D C E D C E D C 有什麼和弦可以中 A E D C 我用A 這邊的A 你就會看到有一個 二和弦可以中 三個音 哪些會是和弦音 就是這顆 這顆 A C E和弦音 A C E 有一顆不是和弦音 這個可以接受 因為它在兩個和弦音的中間 可以作為一個Parsing Note 所以是可以接受它 所以這個是用E和弦 好 後面這裡 先放上一點 繼續 最後這個剛才說過是1和弦 最後一個是G D B 不需要考慮 我用1和2 好 這個 因為後面這個是1 這個1是5 1是4 沒有其他選擇 看看它有什麼音 C E D C 有C 有E D C 又有G 那我會用4和弦音 就會中更多音 咦 不是喔 4和弦就會中更多音 那哪些音是和弦音呢 C E G都是和弦音 C E G 只有一個不是和弦音 那它可否接受呢 可以的 因為它是Parsing Note 經過了這個和弦音 經過了這個和弦音 去下一個和弦音 所以它做Parsing Note 所以這個4和弦音是可以接受的 好 最後這個 這裡有什麼音呢 B G D 應該沒有非和弦音的了 B G D 不是1和弦 141和弦 很少見141和弦 做這個考試 所以先檢查一下 GBD 這個也是GBD 對 141 應該是 5.2 5.2 選出正確的Cadence 正確的Cadence 繼續找粗糕子 不過它還說了給你聽什麼調 不用這麼辛苦 不用自己想 B Major 好 好 我喜歡選擇 核數了 後面這個和弦 這裡有什麼音呢 B A F-D D A F-D 1和弦 前面這個 A A E C A E C 選擇E E 選這個E 就可以成為3和弦 這個是5號位 所以這個是5和弦 好 51和弦 完美 F-Major F-Major 寫到一個音 先看看前面這個 這個是BBFD BBFD 4和元 這個可能是5 F,A,F,C F... 咦,不是 咦 先看清楚 這個是4 所以這個是1 F,A,C 是1和元 他們4 1和元 是Playgo 5.3 剔出 找和元的名字 在下面選出來 雖然可以選擇,但還是要自己做的 又來了 又來了 什麼調呢 說了給你聽,不用自己想 C minor 我畫C minor C minor C minor 降三個音 雖然不寫都可以 A這個 最低的音是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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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先圈著它 這裡有E,G,C E,G,C B和元 B和元 F 不是,這個是A A F 因為它最低音 我圈著它 上面有C,F,C F,C C 不過這裡隔了兩格 不用它 C 在這裡形成一個三和元 主音在F 所以這個是4和元 最低音 最低音 Base Note 就是這個和元的三音 所以是世界B 所以4B和元 C 在這裡有個臨時記號 應該是5和元 都 按照G 最低音圈著它 B natural 上面有D,G D 不過這裡隔了兩格 不用這個 用這個D音 就看到一個三和元 圈著的音 或者這個Base Note 就在這個和元的 Rush 所以它是A 這個是5和元的A 5A 還有多少呢 快一個小時了 好,問這些 Terms Morando 我記得是Dine Array的 Lagmante Lagmante 就是慢 但是它Broadly 非常慢 和Broadly 都有慢的意思 但是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慘的意思 我猜就是這個 可能是這個 二選一 我會猜這個 這個我真的忘記了 我一向都不是很 背這些 音樂 那些 那些 Direction 那些 Terms 我也是撞的 只有1分 有它 6.2 Broadly 找出正確的 那些 裝飾音的名字 這個是E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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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 它就應該是一個upper turn 但upper turn 會是在這個音 連接這個音才算是一個upper turn 所以它這個 這個quad 其實它應該quad這個就會合理些 前面也quad 如果他quad這個 很明顯是upper turn 對嗎 這樣 也沒有其他好的答案 Ascatura不是這個樣子 用排除法 Ascatura不是這個 Feel一定不是 它沒有重複兩個音很多次 Lower modern 它不是... 它有一個比較高的 也不是這個 upper turn 這個我自己的意見 我覺得這個題目應該是quad這個音 繼續6.3 5個句子 True or false 長笛 通常都會 演奏高音過 Asun True 這個小號Trumpet 是不是木管樂呢 不是 它是銅管樂 Symbols 那些拔 插一聲那些 插一聲那些 它是否有固定音高Definite Pitch 沒有的 你不可以用插一插 打到道理美化素 所以是false 原號 是否用double read 當然不是 女中音 唱的音域 是低於 女高音的 低於女高音 這個表明是對的 所以這些true or false 題目要多想幾次 因為很容易混淆 如果它有少許 negative statement 即是它可能說 什麼 不是什麼 然後叫你答 true or false 你就要小心點想 否則很容易中伏 第七條 最後一個部分 我應該一個小時內做完 不斷說話都可以一個小時內做完 Study This music for piano 是一個鋼琴的音樂 然後回答以下的問題 這個可能要放大一點 就慢遠一點 7.1 比較一下 bar to the right hand 高音的第二小節 這個小節 這一塊 然後 選出一個正確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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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A Only A Only A 這些Only很重要 你選對或不對 true or false 通常都會在這些地方騙你 Only A is correct written one octave low 是低一個八度 是低一個八度 寫下一個八度 寫下一個八度 是不是只有A A 是不是呢 A 是不是呢 這個音 原本的音 就是Middle C 在這裏 高音 即是高於Middle C 的C 在這裏 但是不是Only 那你又要看B和C才知道 是不是Only 那這個呢 B音呢 是低於Middle C 所以不止一個 Low 是一個Auditor 所以B就不適合 所以B就不適合 C呢 又是低於Middle C 所以B和C都不適合 只有A適合 所以就適合了 所以如果C是對的 而你看完A 覺得對的就適合 那你就可能會錯 因為它說Only 如果你A適合 C適合 那就不是Only 所以你要看完三個才好答 Only B和C are correctly written one octave 我的英文讀得很難聽 讀好一點 Only B和C are correctly written one octave lower B和C 是正確的 寫低了一個八 那你和上面那條有什麼分別 上面那個是說Written one octave lower 下面 哦 因為這裡四條 只有一句是對 我們也做完這些 看看是對的 哦 我沒有看清楚題目 四個只有一個是對的 所以A 看看第三個是對的 A、B、C 都是 correctly 不對 我們剛才找了A是低一個八 但你不看這些又不知道 總之就看完它 Only A和B是低一個八 B也不是低一個八 我剛才說的B不對 所以最高的一句是對 我可能會考慮由後面開始做 因為這些多項選擇 True or False 很花精神 要真的想清楚 如果做這個卷 我會考慮先做這些 趁你的腦還清醒的時候 就做這些 即是由後面做到前面 這些是一些考試技巧 如果你將來考會考或者A級 DSE的時候 你要考慮這些技巧 有時候做了後面欄的題目 才會有好處 因為你的頭腦還是清醒 好 繼續7.2 看看這裏怎樣放 7.2 讓你們看下個鐘 57分鐘 這樣 7.2 圈出 True or False The following five statements about the melody 7.2a The beginning of the music should be played lightly 這首歌最開頭 你是要細聲演奏 是不是 那當然是 因為你有一個PP True The music ends on the subdominal chord F short minor F short minor 這些真的要很清醒的時候做會好一點 因為我最後一定會強調這一點 F G A B 你看我寫漏了D 因為開始眼睡了 這個 那你只要找第幾個和言 其實你不找回升降號都可以 我已經開始爛了 好 這個低音譜 C 這裏有什麼音呢 E G C E G C 五和言來的 即是Dominion chord 應該是Dominion chord 但它就說是10Dominion chord 所以是false 最大的 melodic minor 真的累了 最大的 melodic interval in the left-hand part of bar 7 is a major verb bar 7 這個小節 最大的 melodic interval 所以上面這兩個不算 這兩個是harmonic interval 因為音同時出現 這兩個不算 melodic interval 就只看下面 有沒有大過major sound 是三度的 這個是major sound 不是這個是三度 這個去這個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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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沒有 都是要做的 逐個檢查吧 不要難度 這個是A 這個是F sharp 記得看key signature F sharp 去到A是minor third 來的 我不做了 我不詳細做了 已經有點眼分了 這個D F D F F是minor三度 B D B D B D 都是minor三度 所以他說最大 最大那個 是不是minor三度 就不是 因為最大 全部都是minor third 沒有大過major minor third 最大那個應該是minor third 所以是4 我 我不詳細 找音程給你看 因為已經做到現在很睏 所以真的要由後面開始做 這群卷 好 繼續 The highest note in the music is a C shot 找最高的那個音 不對 我一看已經看到 這裡有個D 這個是D音 高於C 所以Farce The music gets quieter in bar 7 第七小節 是不是 會細聲了呢 第七小節是大聲的 Crescendo 所以呢 我猜是不對 這個很尷尬 去到第七小節 是不是細聲呢 是的 第七小節是細聲 如果In bar 7 就是整個小節 來計算 那就是越來越大聲的 如果他問你開始 不要如果那麼多 好了 不對的 不要那麼計較 繼續 沒有位置 摺一摺這個 10.3 哪種樂器 可以最好演奏到 右手 三四小節 右手 標準 這個 而且 演奏到同一個 音高 即是這段 右手 這段 用什麼樂器演奏 高音譜 Bassoon 低音譜 好的 Trumboom 有時都看高音譜 好的 Double Bass 一定是低音譜 好的 Trumboom 不要說 吹不到 有些人很厲害 可能吹到這麼高音 Obo Obo 看高音譜 好 是會吹到高音的 我選 Obo 雙王本 繼續 您問 How many times does the Medium Obo Of F-sharp minor F-sharp minor F-sharp minor On the left hand part 低音 出現 應該要這樣數 F-sharp minor 的Medium 三音 是A A 這個A 在 左手上出現了幾多次 我真的不想做 要數 A音在左手出現了多少次 一個 用其他顏色 一 二 你可以沿著A音的線去數一下 數完這條線 數完下面 這個A音的間 是可以這樣 A音這個間 沒有 A音第五線 這裡一個 兩個 三 四 這裡大風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個 最後一題 完成 完成 最後這句句子 加一個數字 第三小節 有同樣的節奏和articulation 發聲 第三小節和哪一個小節 是一樣發聲 一樣 一樣節奏 第二小節 哪一個小節有一個漸藥呢 第五小節 雖然我肯定自己做完 不過 這個又是考試的技巧 好了 看看是否有end of exam 最後 做完 忘記看看 一分鐘 一個小時 零五分鐘 我花了些時間講話 可能 五十幾分鐘做完 大概 好了 現在就講一下 有什麼要留意 我準備一下 好 經過了對答案之後 我就錯了兩條 一個就是 這條我沒有做到 另一條就是 去到最後 7.2 7.2的C 他說 最大的 interval 是不是major third 我就看漏了 如果這個F要升 所以這個應該是一個major third 所以就應該是true 所以 去到整個 考試最後那一條 真的有點疲勵 然後有點隨便做這條 那就做錯了 好了 做完這份卷 我覺得有什麼要留意呢 第一件事就是 剛才也講過 可能由後面 往前面做會比較好的 因為去到後面的題目 就比較刁鑽一些 可能要想得多些 我剛才也是因為去到 不要賴了 錯了就錯了 那 後面要想多些 所以趁你清醒的時候 就做了後面的題目 先 我覺得會比較好些 好 第二件事就是 就是要看清楚那些題目的用字 例如它說 究竟它要你剪一個 box 那它現在主要是 叫你剪一個box 但日後會不會 即它有幾個box 但它跟你說有兩個是對的呢 即有四個選兩個 四個選一個 那你就要看清楚那些題目 所以剛才有一條 我都不叫做中伏的 即這條 沒有看清楚那些題目 即它比四個 原來只要選一個 如果它叫你選兩個 可能有兩個 所以要看清楚那些題目 究竟你要剪多少個box 接著就是那些 Statement 那些句子 有沒有only 的字 即是如果它說 好像這條 它說只有A 但是你看完A 看到A對 原來C也對 那你就可能會 因為這些字 容易令你不小心 被它騙到了 錯了 接著就是 True or False 那些題目 都是要看清楚 整個句子 說些什麼 還有想多幾次 因為 這份卷 都還可以的 那些通常都是 Positive statement 即不會有 Negative statement 即它不會有什麼 雙重否定句 然後問你True or False 有時 你一個不小心 就會想錯 所以 慢慢讀那個句子 然後想多幾次 想清楚究竟是True 還是False 就是看清楚整個題目 小心那些 它用的字 好 最後就是 要加強的部分 即是可能以前 少點問的題目 但現在比較問得多些 之前的Interval 都是十分五題的Interval 然後再在長題目 再問你一兩次 但剛才第四個部分 總共問了 問了十個Interval 然後再加上 後面長題目 可能會問你一兩次 差不多要問你十幾次Interval 就要很肯定自己很清楚 懂得音程 接著就是Chromatic Scales 以前不一定問的 但現在看來 它直接問了兩條 叫你選True還是False 由平時很少問到現在 好像必定問一條 不肯定 它這個是Sample Paper 但可能它會問得多些 所以溫習多些Chromatic Scales 還有一個 之前少見的題目 就是剛才3.5 那個 我都要再想想 怎樣做會比較順利 剛才花了很多時間在這個 那這種題目是之前少見的 要準備一下 看看它之後會不會問得多 這種題目 主要就是這樣 如果它明年第一個期 可以讓你報名 我覺得 除非你很急著考 那你就一定要去考 如果不是可以等多一段時間 看看看到它有沒有多些 的Sample Paper 那你準備得好一點 就無謂做白老鼠 第一次考這個就會有點難 我想起最後一樣 就是你要準備怎樣做 網上的Exam 因為 我們以前在紙上做 我可以隨時畫這些筆記 在紙上 最後我不用 我就拆了它 或者我畫在這些地方 都可以 但如果它是在電腦那裡 你用Mouse去按答案 你不可以在螢幕上面畫 所以你螢幕看到這個試卷 但是你要拿著一張紙去做草稿 跟以前的做法有點不同 你可能要練習這個模式 練習一下 是的 還有你在螢幕那裡 按True or False 選擇 跟我們平時用筆去做 會有少少不同 所以要有心理準備 要做這件事 好了 這段影片就到這裏 如果我想起有什麼 可以留意 我可能會詳細寫出來 如果你有做過這個試卷 或者你有什麼意見 你也可以留下留言 我們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今天這段影片就到這裏 拜拜